重温经典一股渐进,今天继续来讲孙子兵法。 原文,智信人永延也。 这是孙子对于江的人格排序,他把智放在了第一位而永泽屈居第四。 孙子是强调智将而非永将的,因为在孙子的价值观当中先胜而后战,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。 首先他强调用智力跟智慧,人们常说啊,叫智用双全。 孙子在智和勇之间加入了信和人,这该怎么解释呢? 我们首先要来讲智,路牧注解的时候说先王之道以人为首,兵家之流用智为先,智能实权变动的变通。 也就是说,当君主的,要以仁爱作为他的首要施政纲领而带兵打仗的人,他首先要用智慧作为掌握一切的技能。 但是智信人永延不是简单的排序,更不是独立的存在,他必须武德兼备。 所谓的武德兼备就是五个都要有。 甲林曰,专任之则贼,天诗人则诺,固守信则鱼,是勇力则报,运果言则惨。 武者兼备,各是其用,则可谓将帅。 意思就是,如果这个人太过于聪明,聚钻研那些小聪明,就会让这个人变得很贼。 这个贼不是盗贼的贼,而是这个人太过于计较,太过于小气,太过于聚钻研很多东西,便诗人则怒弱。 如果你对别人太过仁慈,就会显得自己很懦弱。 固守信则鱼就是如果你太过于坚守,坚信某一种东西不去变通,会显得你很愚昧。 试勇力则报如果太过于强调那个武力,就会显得很暴躁,给别人的感觉就是很霸道。 令鬼言则惨,那什么是信呢?杜牧注决得很准确。 叫信者使人不惑于行,赏也信就是赏罚分明,每个人都非常清楚,犯什么错该受什么罚,立什么功该该受什么奖。 前面六国靠的就是个性字,这个性不是对六国之性,而是对于秦人对于秦军之性,就是完全以军功来封爵位。 什么叫取人守级啊?就是取敌一守,深决一级。守级守级的意思不是纯粹只投入啊,是秦军制定的一个规则。 就是你只要砍对方一个脑袋,你的爵位就上升一级,所以叫守级,从词语上把赏罚标准植入了。 一个人头不叫人头,叫一级爵位。 你想这个时候秦国的士兵,谁会不奋勇前进呢? 商鞅变法就是立信开始,所谓的立幕取信嘛。 在都城的南门梳一个木头,然后张贴一个告示,谁把这个木头背到北门就上十两金子? 没有人信,然后提到五十两。 有人就会试一试,果然得到了五十两黄金,从此之后,政府说啥人民都会信。 信则明信明利可用,不信则明信明利皆不可用,所以要赏罚分明,说到要做到。 信有赏罚分明之信,也有默契之信。 因为很多时候啊,你不是最高统帅,你也不是国军,不掌握赏罚的全部权利,但是你也是一级领导,你也是leader,要带兵打仗。 在这种情况下,西点军校有一条对于领导力的要求就是,心里装着对方的利益,并且你有能力,让对方清楚这一点。 所以信不仅仅是一种机制,更是一种人格力量,首先你心里要装着对方,这一点是本质啊,心里没有装着你就没有办法让别人真的信你,其次你要有能力让对方知道,别你装着他,他不知道,难道跑了,这就得不偿失了。 第三,讲人,多目注解说,人者爱人名物,知情老爷,爱人名物四个字啊,是本质者,要爱人还要名物,爱惜公墓也是人啊。 曾宝旭主解说,不仁,则不能与三军共积牢之殃,就领导者不能和大家同事同住,同熬动,这也是不仁的表现。 人就是爱兵如子啊,吴奇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啊,说一个士兵脚上长了一个窗,然后化农了,吴奇埋下头就用嘴去给他吸。 士兵的母亲听后大哭,有人就问,将军对你的儿子那么好,你哭什么呀? 母亲就说,当初我丈夫就是脚上长了一个窗,吴将军用嘴给他吸。 那个农,然后他就感动,然后上阵杀地,就拼死战死沙场。 现在我的儿子肯定也是不要命了呀。 勇,动物的主解叫勇者,纯顺追击,不群群也。 勇就是绝谋何战,当即立断,勇往直前。 群群的意思就是迟疑嘛。 兵家说某人好谋无断,就是说老是在谋划,就是决断不了为什么,但是因为没有于勇。 在实际工作当中其实也常见啊,我们说每个人,有些人定不了事儿,其实就是说他站前顾后,迟疑不决,跟着他的人都很着急。 这就是没有勇的表现。 没有勇,一是决断不了,二是好不容易决定了,执行又不坚决,老是想缩回来,最后真把自己给缩没了。 所以无论做什么事儿,都要有牺牲精神,向死而生,虽然我们的利益是先胜而后战,但是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必胜的事儿,没有勇就做不成事。 炎,杜牧的注解叫炎者,以威形素三军炎。 这就是为什么从古至今啊,名将一出兵就是老小查,他叫杀人立威,最好是杀谁呢?杀皇帝的情形。 杀那些自以为有靠山的人,孙子就杀吴王的宠妃,司马郎鞠就杀皇上的清姓,加装骨。 这个都是个套路啊,每次出兵总要有人被杀的,因为这些人不读书嘛,总以为遭到了靠山。 认为自己有靠山的人在变革、整顿或者打仗出事的时候,最容易被拉出来击齐,因为整数这种万众瞩目、地位显赫,对国家又没有实际价值的人,技能力威。 又对国家没有什么实际损失,所以做人啊,千万不要靠什么靠山,你靠什么都行,就别靠靠山。 你的靠山跟别的山稍微碰一下,你就粉身碎骨了,你以为你是山的一部分,但是一阵风就把你挂下山下,你只是山上的一个灰或者是一棵草而已。 如果靠山倒了,那更可怕,靠在山上的所有人都会被活卖。 所以,君子行忠道,靠自己的独立人格,独立的价值,来去按神黎明,尊姬守法,知之,找靠山是小人之心,也只能有小人之命。 智信仁勇一言,说来很容易,但是做起来很难,怎么办呢? 曾国藩是一个很有名的人,他是书身带兵,他从来没有自己去打过仗,但是他带了自己的相聚,每天他只看一件事,就看孙子兵法,他智信仁勇一言,他对照自己,从来没有打过仗,那有什么智信仁勇,勉强能凑合凑合,勇,自己倒也不贪身怕死,但是文若书身手无,腹肌之力,再勇,也磨不起来,以言他做到了,他认为天下大乱, 是记了几十年该杀未杀之人,杀人如马,仁义行天下,杀他们就是对于人民最大的人意,最后他得了一个名字,叫曾剔头,很算能杀人。 那么智和勇该怎么补呢?你看曾国藩,他有姓,他有人,他有言,可是没有智,也没有勇,他该怎么补充自己呢? 怎么看自己都差得很远呢?跟那个真正带兵打仗的那些将领和将帅。 手下都是一些农民将领,更不行,最后总结出两个字,叫连和名。 孙子的将导是智姓仁容,仁勇言,那么曾国藩加了连名二字,他说士兵对于将领啊,是否足谋多志,能沾善战,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, 但是人人都盯着自己的利益,对将官在营钱上是否干净,在军饷上是不是干净, 对于下属、宝菊、提拔是否公平,就会十分在意。 你不贪钱,他就服你。 所以连就是财务账目公开,透明,清连负重,腐败的军队打不了仗, 自己轻振联名对下属的一些小款小赏,有长长方款,让大家时常得点好处, 那人人就会服你,就会跟着你。 明是什么呢?明就是把下属的表现一一看明白。 临阵之地,谁冲锋陷阵,谁在随后助攻,是谁拼死狙击, 又是谁看到困难先跑了,全部看清楚既明白, 在平时每个人办事的时候,情多虚实也足自的去进行考核, 这样讲成就能及时并且准确加党。 作为将领是否身先士卒倒是其次, 因为你往往都是在后面指挥嘛,你不是自己在前面冲杀, 中国人特别喜欢,兄弟们跟我冲啊拿把刀, 但是大部分的西方将领或者是古代将领啊, 真正打仗的时候,都是就稳坐中功啊, 他都是在中间被保护起来的。 最重要的,其实甚至也不是什么计谋高超智慧落定, 而是分配公平。 谁有什么功劳你最清楚,都能准确衡量上罚, 那个个就会放心,人人就会奋勇,都会给你卖命, 因为他知道卖了命会获得什么。 所以做leader,做领导,不要只关注事,还要关注人, 不要把事情办好了就万事大吉了, 要对在办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, 你的手下每个人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,都要非常清楚, 并且做出讲诚,你的事才能越办越好。 项羽倒是冲锋陷阵了,身陷十足了, 那刘邦就只管论功行赏,论过出发。 你看,谁多了天下。 作为领导者来说, 站在后面把每一个人的功劳过错看得分明, 并且赏罚准确, 比神仙世俗要重要的多的多。 曾国藩说,以联名二字为基础, 智信仁永烟可以慢慢积累而得。 如果你没有联名的基础, 自己不能服众,赏罚又不准确, 那智信仁永烟也是空的。 今天就和大家来讲, 这样一个字, 我们下期再见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